接下来我们要定义这个矩阵,还有一个存量,它们的成绩 我们先假设A矩阵,它是m乘nj的一个矩阵 那里面的这个元素是aij 那现在有一个存量,存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数字 或者说一个常数,α,α是一个实数 那怎么样定义这个α乘于a? 因为α是一个数字,假设它是5 那a是一个m乘nj的一个矩阵 那你把一个矩阵跟一个数字乘在一起 它的意思就是说,这个数字可以进入到矩阵里面 去跟每一个元素相乘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存量跟一个矩阵的成绩